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蓝银铭嘴的节目他是轮流的上 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空档 实在是真有一套 他大概就在两栋大楼里面跑来跑去就够了 要不就中央大楼 要不然就是TVBS大楼 那么您认为赵老康这样的频繁上节目 而侯友谊反而亮相的这个篇幅就大幅下降 会不会又到时候产生部分的观众产生审美 而出现了部分的负面现象 有请尤娃哥为这个事情来特别专题点评 尤娃哥 就我所知赵少康他出任副手是纯属意外 是如果没有侯友谊如果没有蓝白河的这一段的话 赵少康未必会答应侯友谊 没错 但是现在他既然成为侯友谊各位要知道 急起直追所谓的急起直追他希望增加蓝银的曝光度 他为什么要上片蓝银名嘴的节目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媒体界那有一个少康帮吗 我的意思那你明白吧 就是说他要拉抬自己的身世 但是赵少康那我知道他是很有分寸 就是说他会趁提名热度还在的时候 半个月以内我可以跟各位保证所有的节目他都会上 对 你哪怕一天上16个节目给他算 对 对 就是说那你哪怕是绿营找他 他也会上 因为赵少康为什么 第一个年纪大 第二个他懂得媒体语言 那你第三个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赵少康的口才比侯友宜好的太多 对 十倍都不止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以代表侯友宜去争取蓝银规定 15天以内 那你看着好了 他蓝银所有的节目他都要上 包含广播节目他都要上 只要找他他都会上 一方面他号召蓝银的基本群众回归 另外一方面他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然后第三方面他要测试他的水分 他的好感度 他的观感度 他的支持度等等那些 赵少康这样子做是有他的用意 那这个用意就是一方面是不是要拉抬侯友宜 还是说他要把侯友宜给压下去 但是赵少康自己说 赵少康自己说他毕竟他是副手 但是民进党跟民众党现在已经讲 你看他那个德性就跟选那个大位的参选人一样 你哪像是一个副手 对不对 说句良心话 现在也确实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副手了 是有这么多破光度了 这也确实是真的 也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所有的副手都是没有声音的人 没错 只有他是有声音的 对 没有一个人像赵少康 反正说赵少康这一招是跟谁学的 吕秀莲 是 陈水扁当时提名他 他们是两个办公室 有一个大位资争办公室 一个副手的办公室 办公室就弄着水帘 对不对 就是说吕秀莲就不愿意签到竞选总部去 结果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事 你吕秀莲天天讲他的 反而因为他的副光度 跟陈水扁刚刚好扣合 这样子可以赢 所以吕秀莲经常讲 2020他没有对不起陈水扁 至少我也帮你拉了10%到15%的票 没有我的话你也不见得选得上 当然 那个时候我在阿扁那边 我就看得非常清楚 你吕秀莲走他自己的路 可是只要不失分寸的话 阿扁都容忍 一切等选上再讲 那赵少康现在可能侯友谊 他也在看 是不是等选上那个时候再讲 来处理这个问题比较恰当 他绝对不会在选前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一旦处理的话 国民党必然崩排 好让我再追问一句说 那么赵先生会不会未来的30天都保持这种 每天几乎上15到16小时的各种节目的姿态呢 您的看法 就我所知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筹划15场外场造势 15场30天他筹划15场 对国民党的朋友跟我说他们要筹划15场 那现在各个媒体也要开始出外场了 那像包含中天电视台本来一个礼拜两场 搞不好他要弄成三到四场 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赵少康大概是最近一直到12月中 中选会公告前 他会不断的上节目 公告后就开始进行15场的外场造势活动 大概他在外场的造势活动的话 他就不会再上 就是不会那么频繁的 上电视 欧教授 是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 经过这样的努力 国民党的整个支持度 能不能上升到35%呢 您的看法 国民党 他上升到35%是绝对赢不了 必须要在短期内上升到38 您认为做得到吗 应该讲38做不到35拼一拼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因为我已经讲过了嘛 民进党42如果柯文哲是18的话 加起来就是60 对 60那国民党会以2%输掉这场选举 但有部分人投废票的话 那还不止2%呢 对啊 所以他一定要守到38%的韩国瑜防线 才有机会翻转整个选群 如果是35翻转不了 35跟34跟36都一样翻转不了 好 感谢有华哥给国民党这么清楚的点拨 希望国民党有机会冲到韩国瑜防线 感谢有华哥 感谢有华哥